《中文字幕》 这么多年来 在全世界的华人教会里面 有一套包括六十六卷《圣经》的解经影音系列 十分受欢迎 很多华人基督徒都接触过这一套《诗经》作品 认为作者以清晰的思路、浅白的言语 提刚揭令去解释每一卷《圣经》的脈絡和彼此的关系 并且提供详细的历史和地理资料 使得无论是初信的 或是知心的基督徒都获益良多 很快就能领会到《圣经》的整体精髓 这一个就是旧约中南和新约中南系列 这套极受华人教会重视的《圣经》教材 作者是一位英国的牧师 他就是大卫包心牧师 中国金陵神学院将大卫包心牧师的著作 《耶稣生平》中的七大奇迹翻译和出版 华人称呼他是最受人喜爱的《圣经》老师 这确是实至名贵 大卫包心牧师窮一生的精力 《圣经》和《教学》 是当代著名的《圣经》家和《神学家》 被认为是《教导圣经》最具影响力的教师之一 他读《圣经》是神启示的话语 完全无误 他在英国牧养的教会 无论是主日讲坛的信息 或是主日学的教导 一定是出自严谨的解经 而这间教会后来就成为英国最大的浸讯会教会 大卫包心牧师这种读信圣经的态度 使他完成大受好评的《旧约中南》和《新约中南》系列 其实他当初录制这个系列的动机很简单 只不过是为了帮助在教会里头那些联想 患病、不良迂行 甚至因为其他原因而无法在教会参加聚集的会友 使他们亦有机会比较完整的听到圣经的真理 为了这个原因 他决定录制《解经》和《广道》的录音带送给回友 他无想到这一系列的演讲受到广泛的流传 造成在全球的影响力 时至今日 这个《诗经》系列仍然用不同的媒体 风行世界超过120个国家 而在华人教会当中就更普遍被使用 成为圣经教学课程 大卫包心牧师曾经很坦诚地说 神并没有给他报道的恩赐 不过他后来发现只要认真考察和教导神的话语 就能够领人归主 他曾经在教会用传道书做了一系列的《解经》讲道 私底下他觉得传道书应该是圣经里面 最不可能领人归主的一卷说 结果当他完成这个系列的时候 受感动而信主的人 比听四本福音书而信主的人更多 他清楚记得在传道书的第五章 其中一个教导是 人要留心自己的说话 因为神记得人所说的每一句话 当时有一个会众 涉嫌曾经在尼克逊总统的水门事件里做假证供 当大卫包心牧师讲完道之后 这个人上台做分享见证 他说大家所听到的传道书第五章正是讲着他 当日他们在白宫里头所录下的一段说话 最后毁了他的一生 而因为传道书向这个人说话 令到他悔改信主 这件事使大卫包心牧师更加确信 神的每一句说话都是大有能力 神会藉着圣经里头的任何一卷书去打动人心 为了这个原因 他更加坚定 用他的一生忠心去解经 讲道和服侍神 因为神的真理必定会使人得救 现在大卫包心牧师已经息怒归主 安息主怀 因为他美好的服侍所带出的见证 相信同样会激励我们 求主使我们成为报街音和全港真理的使者 用诸般的智慧 令到这个世界仍然听到圣经的宣告 以马来利 神爱世人 神经寅 孔活赦 每一遍 köt 初破